我Fiona想跟十年後的她們說 我想跟你說 我希望你可以像今年那樣 給這首歌和很多東西提醒你 我希望你還是一個有智慧的小朋友 不要拜給現實 不要拜給一些生活壞的例子 令你失去希望 失去堅持 失去信念 其實所有人都是善良的 所有人都是好的 希望你可以繼續笑 因為其實你笑的時候也挺好看 還有不要太緊張 所有要發生的事都要發生 你倒不如享受生活 叫她 好好地疼我 因為其實我有很多東西很強 但其實我也有脆弱的時候 所以作為一個女朋友或者老婆也好 我也有想要放鬆 做一個脆弱的人的時候 那 希望我可以跟她 一起成長 但不是在於年紀 是在於思維 我們的大智慧 我們的大愛 希望我們可以互相去 令到對方進步 做一個更加好的人 去幫其他人 去外匯對方的家庭 去跟她要看 希望你 已經學會 開懷點 開心點 希望你可以 給我多一點 給我多一點耐性 希望我去和你相處 希望你可以 希望你可以 因為我今年的小凱旗 感受到很多東西 有些是我看書學回來的 有些是我靈活學回來的 有些是上帝教我的 但有很多資訊才會 貶寫今時今日的我 但始終爸爸媽媽 是另一個年代的人 每一個年代的人 學習或接受的東西 那個速度 那個能力都不一樣 我很希望十年後的媽媽 你可以感受到我 今天感受到的快樂 和我過得很開心 因為我身邊 可以說是好朋友 他們真的很幸福 希望大家 奔波得來 可以過著一些 又充實 又舒服一點的生活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不用過一些擔憂或擔心的生活 但那件事不一定要關金錢事 因為我覺得 人莫過於可以放下 很多東西 很多心頭大石 已經是 算是最快樂的一種 希望 到十年後 我和你都會過著一些 放下的生活 歌迷 有點想哭 我希望 因為其實 過去很多很多年 都不斷有歌迷跟我說 我想說 我收十年後的我 我收十年後的我 我收Better Me 我哪一首歌 哪一首訪問 我做人的 哪一種例子 很鼓勵他 然後影響了 他們的一些決定 他們對生命的一些做法 如果是十年那麼久 我唯一想跟他們說 那件事是 都是對他們好的 就是 我很希望 你仍然愛我 支持我的創作 但是 我希望 你已經 因為十年時間很長 我希望你已經不需要 我去鼓勵你了 因為 不是我不願意做你們的精神之處 只不過我希望 陪伴著我 這麼多年的歌迷 我希望 你已經可以做 別人心目中的蝦凱琪 別人心目中的蜜凱琪 別人心目中的蜜凱琪 別人心目中的 其樂里維斯回信 你已經夠堅強去 給同樣的能量 和同樣的愛 其他人